最近的貴樓市的案件一直團出來 路委會調查也發現說 10年來我們台灣瀏江鄉族的壓力 是大大增加一倍 不過外交民眾其實是不太清楚 自己感受貴樓的過風險續船 所以路委會現在是安心要開貴樓問禁 也在網路上放一個簡單壓力的七龍表 讓民眾可以自己去七龍 這貴樓基礎有過關 今年三月一名保存金環 每個月工作等待二百八十八點左右 結果不嚴盡 還有 宏達電的工程師 工作下班後突然死在家 一家一家疑似貴樓事案的 貴樓公司心驚訝 我都自己也是貴樓 高飛險續船 現在只要正在路委會開設的這個網站 做簡單的壓力的標 就能撤出貴樓基礎 只要只要問公地沒回答 就能盡緊撤出幹部貴樓的現象 經濟調查這十年來 無分南路路工在工廠壓力上 大大相當一輩 其中它和製造業相受的壓力最大 所以路委會也提供 提供建立法務官的管理界階 還要就蓋壓如貨平國和協助官 面對這個的壓力 雖然都是高工作壓力的部門 可是可能它的壓力來源會不一樣 那可以當作企業在做一個壓力預防 或是壓力管理服務的時候 是很重要的一個重要依據 台灣路工經常為了變化 所發生心很累的危機 所以路委會建議民眾應該定義 兩到三禮拜做一百壓力的檢測 只要發現貴樓基礎評判 最好進行報告 貴樓門禁進斷 調整集團的作息 劈面貴樓吹到你 記者總括報道